来吧 现在到了投票的时候了 那么让我们现在请出来 实时排名第一的郭阳 郭亮上台 一边是这个舞台上来了三季的元老了 郭阳 郭亮 一边是成功的挺进总决赛的烧饼曹霍阳 到底谁的分数会高一些 路似水手 让我们揭晓答案 请看大屏幕 这次郭阳 郭亮的节目 一定是他们今年在《欢乐喜剧人》第六季中最好的节目 首先是喜剧效果 几乎是一句话一个包袱 甩得还都特别响 而这个节目的终极命题 是有关人类的生存与环境的保护 其中郭阳的那一句说 我们自己救自己 特别符合当下全球共同抗议的大背景 烧饼 它这次能够回归当然是非常不容易 这个作品能看出来 它还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还有很多的情怀 从效果来看 还是能赢得 相当观众的很多的共鸣 但是呢 总体来看 它其实还是 个人的情怀更多一些 这种共情的效果 稍微有些偏差 烧饼 曹慧阳122票 郭阳郭亮 163票 恭喜烧饼 暂时排列第一 请到代定席就位 郭阳郭亮 这就很遗憾了 当不了总冠军了 是 我是觉得 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呢 下一季有机会 我们再弄好的作品 再来冲的这个冠军 太棒了 早晚有一天 还有一个冠军 属于你们俩 谢谢 谢谢郭阳郭亮 谢谢郭阳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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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阳郭阳郭 谢谢郭阳郭